目前我们上海没有封城 现在也不必封城 至于当前上海的疫情形势 我们将根据区域封城 咱们也就下定决心封上三五天 封上一周不行吗 不行 为什么不行 因为上海我们这个城市 承载了不仅仅是上海人民自己的上海 我们这个城市还承载了 在全国社会经济当中 承载发挥了重要的功能 我想我们全部的上海市民 应该有这样的大局观 现在我现在告诉你一个事实 就是病房很紧张 隔离点没有环境 120没有车 这个就是事实 现在让我通知人家阳性 现在看云上班是个阴性 我们通了人家打12345投诉健康云 搞什么搞 现在连上海发布微博上面都关闭评论了 现在早晨4点多钟就来了 到现在都几点了 这个菜是不是要全部烂掉 水也没得喝 上海有小麦铺有没有 车没得吃 我是来支援的 无偿的 我现在我连微博都 你知不知道 我们有浦东的居民 浦东的朋友们 他们收到大礼包 上面印的是宝山区政府 你让我们作为宝山区大厂镇的居民 是作何感想 同时你知道吗 前面两天你们搞的所谓 谢谢大牌们 谢谢你们自民大牌 我也需要上面有好的政策来给我 我可以对居民有交代 现实是没有 知道吗 没有 那个工作让我跟谁拼了 要把他打死了 哎呦天哪 我们都是一动来的 我们都是好朋友 你是来自于这么远的地方 跟我们这里很合理 阿姨一定要让人家看看 谁说外乡人在上海不定啊 还有好点这个咸菜都吃一吃啊 警察给我们送饭来了 上海的好警察 几天没吃饭了 这家的牙 从早上的八地种一两年 来来外外吃了两汤 我们以后接受 包括巨外港 巨外港以后肯定能接受啊 人家就肯定了 肯定就 我们来吃的一个人吃 那里的牙娘一样 自民煮出来的肉体嘛 他不让你进吗 人家住在里面的 不让人家进 有这个道理吗 你去给街道讲啊 街道就讲了这问题啊 我原来昨天就想送给你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怕这个大家相互感染 对对对 但是呢今天我想了想 因为最多的都不会死人的 二要二要死人的 这个楼你看都还没有封顶 进来了以后就所有人先抢被子 抢床 这种是连床都还没有吃起来的 人家就直接睡地上了 那你们发布发布资 你发布发布资 你等通知 我们进去啊 等通知我们都快饿死了 我们都说猛啊 火再怎么办 你告诉我火再怎么办 火再怎么办 火的孩子刚烧了 阿姨你们干嘛 不好意思 再饿死一下啊 不是说我们不配合 不是我们作为计刃者 我们根本就回不了这种问题 对吧 这样的话 人家自然到还怎么做 明天过后 你们封条一丝 我们计刃者就不要做 一二三四五也打过了 一一零零也打过 对吧 我知道您都打过了 您看有结果吗 是没结果 我也不知道 他们到底在考虑什么事情 李老师 我真的很无奈 我现在 我比你更伤心 因为年纪是一个家庭 我看到的是无数个家庭 对 你说谈的一切 我真的很理解 你的情况 我以书面的形式都已报 电话打过无数次 谢谢你 对不起李老师 我无能为力 唉 真的是 如今一只 我书面的形式都会 是个什么 是个微信的 我可以扜了 是个微信的